职场人必备新梦想加西装 给你介绍西服穿搭 只有留给人们好的第一印象 你才能开始第二步 海罗德博伊斯公司总裁女性 拥有着是爱美的天性 在服装的体现上也更加一彩分成 职场女性怎样穿搭才能得体又精致呢 女士着装以整洁美观 稳重大方协调高雅为总原则 服饰色彩款式 大小英语自身的年龄 气质 肤色 体态 发型相协调 相一致职业 套装有裙装 裤装之分最佳颜色 有黑色 藏青色 灰褐色 灰色 河暗 红色精致的风格 细心搭配条纹也有一番风味衬衣 款式色彩多样与套 装相匹配就好纯白色 米白色和淡蓝色是常用公式丝绸 纯棉都是最好的衬衫面料 但都要注意蕴烫平整 袖长要刚好盖过手腕女士正装的裙子 以窄裙为主年轻女性的裙子 白可在膝盖以上3-6厘米 但不可太短裙内应穿着衬裙面料与西服皮 配真皮或仿皮的西装套裙 均不宜在正式场合穿着职场女性的雷厉 风行穿上西服套装 表现更甚有句话说得好 女人帅起来 就没有男人什么事了 女性的西裤长及脚踝下一厘米 或在小腿的二 三长搭配素色高跟鞋 增添一份女性的萨爽女士 穿裙子应当配长筒袜 紫或连裤袜颜色 以肉色 黑色最为常用肉色长筒丝袜 更常见尽量不选 花哨的图案会引人过于注意 你的腿部达不到穿搭的整体鞋条还应随身 鞋带一双备用丝袜 以防袜子拉丝或跳丝女性搭配用的鞋子 也是种类繁多皮鞋 单鞋 两鞋都能展现自我气质黑色穿鞋最为妥当 穿着舒适 美观大方建议鞋跟高度3至4厘米 但正式场合不宜穿凉鞋 既带鞋或 其他漏脚趾的鞋平时可是企业的规定 和出入场合决定鞋的颜色应当合 西服一致或再深一些衣服 从下摆开始到鞋的颜色应保持一致 如果服装 简单纳饰品上的小心机包包 耳环 帽子 眼镜 丝巾等就成了出彩 的小角色简洁有光泽的耳环 散发出低调的女性魅力 古灵精怪的贝蕾帽 给严肃的西服套装 增添一份活泼和复古个性的同时又不过分 The End简著 内容和图片来源于网络 如有侵权 请联系我们新梦想家西装YODC 我梦想着打造专属于中国大学生的西装产品 和西装服务 给大学生们提供买得起的好西服 同时教会大学生怎么掌握西服穿搭的技巧